哈喽大家好 有些学生会有这样的问题 即便做完了所有文章的题目 对于这个文章在讲什么 依然有些云里雾里 其实啊 只有当我们知道了文章的主旨 那么在做细节的时候 才有可能游刃有余 这就好比盲人摸象的反面 当我们知道主旨是一头大象的时候 那当我们摸到的细节 是两个大大的像扇子一样的东西 那当然就是大象的耳朵 摸到了细细长长的像绳子一样的东西 那当然就是大象的尾巴 但是雅思阅读 时间紧任务重 那么我们如何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快速地捕捉到文章的主旨 和内在的脉络呢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 也许十个词就可以帮我们 抓住这些东西 好 那如果你也觉得本期视频 对你会有所帮助的话 欢迎你点赞并且订阅 同时也非常欢迎大家 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你最想分析的是 哪一篇雅思文章 然后我们一起来用 十字阅读法试试看 好 那我们话不多说 现在就开始吧 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看的是 剑桥雅思十五第一个test的第一篇文章 它的题目呢 叫做Nutmack Available Spice 很多同学常常会因为想要节省时间 就草草地跳过标题而直奔问题 其实标题相当于我们去往目的地的导航 只有选对方向才能不走弯路 而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自己写文章 也一定会选取最核心的核心词 来作为文章的标题 那当我们读标题的时候 我们到底是在读什么呢 实际上我们要抓住的只有这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what 作者说的到底是什么 一个是how 作者的观点是认为他怎么样 有一些纯科普类的文章 也有可能没有后者 也就是说没有作者的观点和态度 只是纯粹地对某一个事物 或者是现象进行的一个介绍 题目呢 一定是或者把两者都交代出来 或者至少会交代出其中的what 这个部分 而文章以下的所有段落呢 一定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词而展开的 我们随机来看一篇雅兹真题的标题 公共交通的优点 这就很清晰地交代出了what public transport 公共交通 而how 作者的观点和态度 当然就是advantages 优点和优质 好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今天要讨论的这篇文章的标题 虽然我们前面讲了很多 但当大家有了这种在标题当中搜索关键词what and how的这种意识之后 其实我们可以立刻马上的就捕捉到两个词 第一当然就是netmack 如果同学们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当然就最好啊 它是一种香料 如果不知道完全没有所谓 我们只要知道这篇文章所围绕讨论的那个东西就是它 that's all 这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接着来看在这个标题当中同样给了我们作者的观点和态度 就是认为它很有价值 它很珍贵 而valuble这个词是一个比较好的在写作当中可以去代替good beneficial的替换词顺带插播一句 ok 好那其实迅速拆解了标题 我们就可以进入文章来看文章的第一段 通常我们会把第一段叫做介绍段落 既然是要introduce 那它介绍的当然一定就是我们刚刚从题目当中所拆解出来的what和how 所以说文章的第一段一定是和文章的标题高度吻合的 只不过对标题做一个更加具体的解释而已 全部都是围绕着整篇文章的main idea进行展开论述的 来看introduction段落的第一句话 这里啊我想提个问题 如果说这个句子当中最重要的逻辑词只有一个的话 你认为会是哪个呢 大家不妨暂停一下给自己十秒钟思考 也可以在留言区留言 好那其实啊 从速读角度来讲 最重要的这个词是is 会不会有点意外 怎么这样一个小词却是最重要的呢 其实我们仔细来想想 所有使用了必动词的句子 几乎只能分成两大类 一类是下定义 说明他前边的那个名词 无论是人或者是事情 他到底是谁或者是什么 这是下定义 比如he is my boyfriend 实际上是说他是谁 第二种无非就是做描述 去讲述必动词前边的那个人或者是是 是什么样子的 好比如说he is tall and handsome 这是完全一种描述和形容 但无论是哪一种 我们只要知道 他都是在讲前边的那个名词 是什么什么什么 就可以了 至于is后边具体的内容是什么 我们其实可以不用理解的那么细致 如果后边有题目考到这里 我们完全可以回来再仔细地看 如果没有 那知道作者的逻辑 他想说什么就好了 其实理解作者到底想说什么 远比听到他说的具体是什么 要更重要 好那既然是一篇介绍Nutmack的说明文 所以开篇一定要对这个东西是什么 做一个基本的定义的阐释 而我们看到这里 其实就可以了 我们知道这一段 无非是想要告诉我们 Nutmack是什么 或者反过来理解也一样 什么是Nutmack 接下来看第二段的第一句 同样的如果说这个句子 最重要的词依然只有一个 你觉得会是谁呢 很好 可能这会儿你已经开始有了这种意识了 是was 当然这个句子用and并列起来了 另一个was 但是没有太大的关系 好那这个句子跟第一段的第一句相比 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 是在于这里用了过去式的形式 其实作者就是想用过去时在告诉读者 好了 注意了 好我现在要开始讲这个东西的过去了 也就是说它的历史情况了 然后它提到了过去的时间中世纪和一个发源地欧洲 有了这样一些大写的一目了然的信息 其实我们心里就对这个东西的起源 大概有了一个了解了 好那组织英语文章的线索脉络其实有很多种 但如果是关于过去的事情 往往会按时间发展顺序来展开 那么关于其他的所有常见文章的内在逻辑线 我们后边呢会单独做一个视频 来帮大家进行一下梳理 但时间线索这个概念啊非常好理解 讲一件事情我们不可能前一句50年后 后一句30年前 一定是按照时间推移的顺序 一步一步发展下来的 所以一般讲一个段落 如果它是讲历史事件的 也就是说以时间发展为内在逻辑的段落 我强烈建议大家再看一下这一段的最后一句 因为我们最好知道就这个段落而言 事情开始在哪里 结束在哪里 毕竟这一段结束的地方 也有可能是下一段开始的地方 好那在这一段的最后 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一目了然的大写的名词 葡萄牙 好当然如果你知道它是哪里是最好的 如果不知道其实也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都知道一般以ese结尾的单词 并且开头字母又是大写 它一定讲的呢是某一个国家的人 比如Chinese Japanese都是这样的 大家甚至把这里理解成 屁国人是完全一样的道理 并不影响我们对整篇文章的一个解读 好那基本上总结一下这一段的内容 我们基本上抓住了这样两个关键词就可以 从最初中世纪的欧洲 那么到文章这一段的最后 提到了一个具体的国家 葡萄牙 文章的第三段 在扫读的过程中 其实西班牙前边这个部分 我其实是建议大家直接跳过不看的 为什么可以这么操作呢 是因为有他 豆浩先生 大家其实可以这样简单来记 在快速阅读时 一个复杂剧 逗号前边的 独立的部分 我们都可以直接忽略 因为无论这个逗号前边 它是一个从剧 还是一个修饰作用的状语 它都不是作者想要表达的 主剧的核心内容 而在扫读的时候 太多的信息反而会影响我们对整体意思的准确把握 那么不妨先干脆直接跳过 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到 葡萄牙开始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叫做subcontracting 如果同学们认识subcontracting 当然是最好的 如果不认识也没有关系 contract我们大部分人是认识的 它是承包签合同 那么在一个单词前边加上SUB 通常表示在什么东西之下 比如我们最常见的subway 在way的底下当然就是地下铁 那么subcontract的实际上就是分包 在承包底下 在这个合同底下 我再把它分出去 OK 好 那么分包给了谁呢 to Dutch OK Dutch是荷兰人 荷兰的 其实我们在日常英语当中 可能会用到的频率比较高的一个短语 说的就是AA制 各自负账 那就叫做 Go Dutch 而现在青年男女也越来越流行的 这种约会方式呢 就叫做Dutch date 各服各的 这有可能是因为荷兰的商人 是不是给人留下了过于精打细算的印象呢 从这篇文章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好 那同样的 因为是按时间发展顺序讲历史 我们再看一看这一段的结尾 那这一段的结尾讲啊 有一些人要反击回去 而这些人到底是谁呢 我们从过they往前看得出来 他指代的依然是Dutch 荷兰人 好了 那么总结一下这一段 从开始地方的葡萄牙 说到后边分销给了荷兰 而接下来 荷兰似乎成了这一段的重点 因为一直到结尾都在讨论 关于荷兰的问题 来到第四段 首先我们可以迅速地捕捉到两个年份 可是呢 这两个年份前边的借词并不相同 一个是IN表示具体在哪一年 而后边的BY 加上一个时间点 通常讲的呢 是到那个时间为止 这种结构在描述按时间线所展开的文章中是非常常见的 前一个IN加一个时间 后一个BY加一个时间 讲的是在这一段时间内发生了什么事情 最后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好那我们可以看出来在最初的1602年 那荷兰人他们建立了一个叫做VOC的东西 至于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们是完全可以不给它关注的 它可以是一个机构 一个组织 一个公司 任何 而到1617年为止 它发展成为了一个最富有的这样的一个团体 好那其实呢 在看一眼这一段的结尾剧 依然还是在讨论荷兰人 所以那么整个这一段的意思也非常的明确 开始具体的讲荷兰人是如何运作的 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提到了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机构 叫做VOC 文章的第五段 开篇讲到了一个地点 Band Islands 被什么地方所管控 那这应该是一个事件的开始 一个背景 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件事情结束在哪里 依然是我们熟悉的荷兰人 好那总结的地方变成了说 荷兰人现在啊 他就有了一个叫做monopoly的东西 如果大家认得这个词 那么非常好理解 它是垄断绝对控制 专卖这样的含义 比较想提一下的呢 是它的词坠叫做mono 表示的是单个的唯一的独自的这样的含义 比如这个词monotonous 看似有点复杂 但其实一经过拆解是非常好记得 本身它就是一个单词的前缀mono 表示单个的单一的 加上词根toen腔调语调 加上一个非常常见的形容词词尾 OUS比如danger变成dangerous 好那么放在一起 它就变成了单一语调的这样的一个词 所以其实完全匹配上我们中文的单调的 好那这个词它讲的就是单调的 无趣的乏味的 monotonous 大家可以把它记住放在写作或者是口语当中 还是一个不错的词 OK那么mono的反译前 最顺带再插播一句叫做multi 它讲的是很多的 比如多媒体多文化 这些我们比较常见就不多讲了 好那我们接着回来看文章 对于什么荷兰人有了这样的绝对控制 有了这样的垄断和专卖呢 其实几乎不用往下文去看 我们也可以猜出来一定是netmack 因为整个这篇文章所围绕着讨论的核心的内容 就是netmack 当然就是这个对netmack贸易的绝对垄断 OK所以那么这一段的核心内容 无非讲到了荷兰人他拥有了垄断权 文章的最后两段 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法国人 他成功的smuggled 如果大家认得smuggled会知道 他是走私的意思 所以大家可以看为了走私一瓶酒 大家也是煞费苦心 好那如果不认得其实也没有关系 我们来看这一段结尾的地方 说的是那么荷兰人还是我们的老朋友 他们对netmack的这种垄断权就怎样了呢 over 所以通过法国人的smuggle 他们的走私导致了荷兰人垄断权的终结 KO OK好那最后一段通过现如今 明显的是在对整体情况的一个回顾和归纳总结 好那么基本上这就是整篇文章七段的内在逻辑 我们在整体回顾一下 看似很长的一篇文章 其实最后可以用这样几个词把它穿起来 那么文章的第一段 无非就是讲这个东西是什么 下了一个基本的定义 并对这个东西做一个具体的描述 所有跟这个植物本身相关的信息 应该都在第一段 好那么第二段 从它的历史开始讲起 从中世纪的欧洲 提到了一个具体的国家 葡萄牙 第三段 葡萄牙分包给了荷兰人 第四段 那么荷兰人进一步发展细化 并且其中提到了一个VOC 第五段 荷兰人拥有了垄断权 第六段 法国人的走私导致荷兰人垄断权的终结 然后第七段最后就是一个自然然的总结 大家可以看出来 其实就是这样十几个比较简单的词 穿起了整篇文章的逻辑 而知道了这样的发展过程 比如后边如果有题目涉及到 问这种植物具体的情况是什么 我们当然就要到第一段去找 讲到葡萄牙人的事情 我们可能就要到第二段或第三段去找 那么讲到了荷兰人垄断的终结的问题 我们可能就要到第六段最后一个部分去找 所以这当然要比单纯的带着题目当中的关键词满篇 漫无目的的去定位呢要准确而快速的多 那到底是不是这样 以及在做题目当中具体的题目需要有什么具体特别注意的地方 请关注我的下一期视频 如果你已经看到这里 那就不要吝啬你的点赞和订阅啦 以及大家有任何跟雅思阅读相关的问题呢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并且接下来你希望我最先来解读哪一本书当中的哪篇文章 都可以给我留言 我会尝试着尽量先满足大家的要求 好那这一期就先到这里吧 我们下次再见